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同志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吻超圣见节目 当然今天是 夕阳情人节 严老师也要祝天底下 有情人 忠诚所谓的眷属 好好过一个 所谓的夕阳情人节 不管是谁送谁巧克力 还是说对不对 大家去吃一个大餐 我相信这个就是 所谓的小确幸 当然这个外面的疫情 还是比较严重 所以说出门的时候 这个防疫 这个防疫措施 还是要做好 当然今天的台股 下跌了313点 那为什么会跌 这就反映到 上个礼拜六礼拜天 美国股市 欧美股市 因应这个乌尔 这个冲突 可能要到达 所谓的临界点 所以那美国的一个 投资人 他开始紧张了 开始紧张了 就认为说这个战争 可能会爆发 所以说不管是纳斯达克也好 稻穹也好 都是一路的狂跌 但是今天早上凌晨很奇怪 这个FED又公布了说 这个三月份 我们就不要升息了好不好 之前上个礼拜是说 这个升息三次 四次五次 最多有人喊到七次 突然之间FED又跟你讲说 好吧那我们三月份就不要升息了 我觉得这个消息满天飞 满天飞 那到底这个战争会被打 我相信大家也不是算命的 你知道吗 但是就我个人的看法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跟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丁 两个都要点位 你知道吗 这个电话里面 当然有玄机 我认为这个叫得越大声 这打的机会真的不是很大 反而是说 这个双方开始沉默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这个打的机会 可能就会比较大 像这个95年 这个台海危机 对不对 这中共也没有说要打你 但是这个情势上面 却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现在这个飞机一天到晚 对不对 中共的飞机绕一绕去 我认为说 这个时候反而安全 如果说哪一天你发现了 它的飞机 怎么三天之内都没有飞过来绕一绕 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因为这个风雨前的宁静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严老师 这个人生的一个经验 当然今天的一个大盘下跌 对于手中 可能有一些股票的 可能资金没有控管好的一些投资人 可能心情上面会比较沉重 可能心情上面会比较沉重 但是你长期锁定严老师 我们这个运动财运台的频道 我相信只有在 大家最觉得希望一个分析师 能够帮你的时候 只有严老师肯伸出双手 我今天愿意 牺牲我个人下班的一个时间 来听清楚了 还没有扫描 你要扫描的 赶快扫描 把你的股票告诉严老师 我今天全部都会施赖给你 一对一我施赖 我就跟他这支股票要怎么做 那个股票到底是买出还是不买出 我的答案都是非常肯定的 出我就叫你出 留我就叫你留 我真的希望在今天大盘 这个下跌的时候能够帮得到你 那这个大盘走空了没有 青春开红盘 一二三四五 连续涨五天 六百二十六点 来今天一天跌 这个地方叫空头吗 不是啦 不是啦 怎么跌一天就叫空头是不是 这个地方有强力支撑 这个叫左肩 这个头部对不对 这边叫右肩 未来大盘会被上映 你要看成交量 好不好 这个叫什么 食品啦 目前为止开始转强啦 钢体也开始转强了 说话 也不是很弱嘛 只有电子股对不对 稍微拉回修正嘛 当然贵埋子柱对不对 小心股的部分 今天也是跌得很凶啊 就大盘肋股轮动 这个你要分得清楚 如果说你傻傻的分不清楚 只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人家叫你去睡公园 你也跑去睡 今天一天大跌 空单可以大获全胜啊 这胡说八道啊 真的是 真的是 那异想天开啊 这多头行情 有时候连涨个十天啊 投资人都还不见得赚得到钱啊 这空方的啊 今天一天跌 空方对不对 空军大获全胜 那胡说八道 那我问你好不好 新中开红盘上个礼拜 周线大涨了626点 投资人还是有很多人赚不到钱啊 不敢进场嘛 他既然不敢进场 你叫他下去放空 那也很奇怪啊 当然明天啊 这个大盘震荡一下 可能后天啊 这个大盘啊 对不对 因应美国可能又上去了 又开始涨了 这个时候你就说 老师你都没有跟我讲 拉回来找买一点 我策标现在跟你讲哦 利空冲击台股哦 敢不敢买 这要看各位的想法 看各位的想法 我再举几档股票好不好 来看一下这档股票 来8440的绿电 你收看我们运通财经台的 你不知道这支的人 你贏手啦 你贏手啦 这好赚不到钱 老师既然成交上三万多张了 从没有量到有量 这边拉回还可以上车 今天开在平板以下 青菜买掉 看你买的是不是强势股 除了绿能以外 除了绿电以外 航运类股跟你说这支而已 万海 万海先长 未来阳明长龙才会动 你就先做万海就对了 是不是 游戏类股 辣椒 这几天你也贪污 所以说选股 有时候 你要买对股票 很重要 你跟对人更重要 你要是看大盘 我都事先讲 这上个礼拜是跟你讲的台股推背图 没有做任何一个字的更动 我们再回头检视一下好不好 我说形态在整理 我没有说形态马上上去 上去的话你要看量 形态在整理 各股表现 有没有 有 大户中石户 来锁定的股票叫840的绿电 有没有 未来还是主流 电子跟传产 两个还是会互动 绿电有没有送给你 来你回答我 有没有送给你 有没有把基本资料里面 跟你讲得很清楚 去年10月份开始营收正成长 来导播拉近 这几个字看得懂吗 shipper 超级黑马 拉回找买点 我那时候把资料送给你 很多人跟老师讲 老师真的假的啦 你不要骗我 这种股票敢不去 敢不去 老师会不会涨 你自己认为会不会涨吗 买在起涨点好不好 中压啦 拉回 拉回 有没有提醒你 老师这个基本面好像不是很好 你买那个基本面太好了 全世界都知道 会涨吗 会涨吗 你买这种基本面看起来很差的 未来可能会转好的 未来可能会转好的 才会大赚钱 20几个绿电可以买吗 这就20几块 今天太阳了 想到多少40几块 真的它涨幅已经超过一倍了 严格算起来已经涨幅了 百分之120 那未来会不会涨 我认为会啊 你就慢慢看 你认为不会的话 你今天你卖掉 好不好 今天最高44块 这个收盘还有41块8 你随便卖 买在20块的 买掉 赚钱啊 买在30块的 今天卖掉 还有10块 对不对 就算你买在40块 你还是赚啦 还是赚啦 所以这股票操作的话 这个眼光很重要 跟对人也很重要 我不敢讲说 眼老师是眼光最好的啦 但是上个礼拜 这人股票是冠军啦 涨幅最多的叫冠军啦 冠军股嘛 20几块可以买 你尽量买 这也可以买 每天你 在电视台跟你说 买买买 看会来 你买 不买买我不知道啦 还有简讯也跟你说啊 新春开红盘 亮灯掌停摆 持股续报 有叫你卖吗 持股续报 第二支 有叫你买 连续掌停啦 第三支 老师你有买吗 我这里保密了好不好 保密了好不好 老师还第四支呢 第四支 这就在这里啦 保密啦 上个礼拜五嘞 老师啊 对不对 又创新高呢 同样啦 今天好不好 我们来验证今天啦 我不要一直跟你讲说 以前怎么样 我就跟你讲验证今天 今天来看这边 老师快掌停的 早上一开盘 平盘以下还有人 对不对 还有人去买 买又拉很快 老师你今天有没有简讯 当然有啊 来 现在简讯来看这边 老师你为什么把它遮起来 我当然要遮啊 很多人现在都想要吃不用钱的 你知道吗 吃便宜的你知道吗 这个本节目严禁 看节目操作 我不是在说你啊 你怎么知道 你不要自己跳下去到这输钱了 你就说老师你都没有把这个黄帖子打开给我看一下 看节目的就认真看节目 严老师虽然长得笔笔的 你知道吗 有点胖啦 不是说是属于那种大帅哥的 你喜欢看帅哥的真的隔壁台很多啦 那那股票会不会准 你就自己看着办啦好不好 严老师长得不是很好看啦好不好 但是蛮有福气的好不好 你不要自己看节目去操作喔 我先讲喔 我们是有简讯的 有简讯的 会员应该都会按照我们的简讯在操作啦 我当然讲应该懂意思啦 懂意思啦 那未来的操作当然是一档接着一档来操作嘛 这个跟你公布啦 绿电嘛 对不对 这个绿电公布了喔 这边还有两支啦 今天的话都小拉回 小拉回 这个未来就是做这两支啦 老师你会不会去做辣椒 这两支不是辣椒喔 我先讲喔 不是喔 辣椒在这边啦 在这边嘛 你底部的辣椒30块 有人说不会长 长上去以后拼拼追 辣椒会不会长 上个礼拜 第二名的股票就是辣椒 辣椒 涨一根嘛 礼拜三 礼拜四再一根 20% 那礼拜五对不对 涨了今天7% 三天涨了27% 这是属于亚军的 那今天有没有跌啊 那今天跌一毛啊 等于是没有跌啊 你现在这边也可以卖掉啊 对不对 那未来会不会长 这边先做嘛 先买 对不对 买上去 现在有拉回 拉回找买一点 未来对不对 未来拭目以待啊 这个字啊很有学问啊 这个中国人啊 发明这个成语啊 这个非常的有智慧啊 这个拭目以待 把眼镜擦亮一点 把眼镜擦亮一点 多头走势 拉回找买点 到底是不是买点 老师未来会不会创新高 会不会 我不知道啊 我只跟你讲 买对股票你会发财 跟对人 你也会大赚 这个就是严老师的看法 我的看法不会改变啊 我认为目前为止 其实投资人啊缺乏的就是信心啊 那我今天再一次呼吁一下好不好 手中啊 目前为止啊 可能有一些套牢的股票 可能有一些股票 赚钱都卖掉了 赔钱的手中一大堆 该怎么办 不要急 操作千万不要急 手中的股票 小套牢大套牢都没有关系 最主要是怎么样来解决 方法要对 当断则断 当留则留 这个就是严老师的看法 明天的盘市啊 你也不用急着去进场 当然有一些股票还是会涨啊 但是我请各位先把手中的股票 先做出个检视啦 除非啊 你手中目前为止 空手你知道吗 这资金非常大 那你明天就准备啊 跟着严老师啊 一起來操作一个新的主流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但是你手中现在有套牢的股票 我反而希望你现在还没有赏了QR Code的 还没有加Line的 你现在赶快扫 因为你扫了之后啊 你会发现 等一下严老师会打电话给你 我会跟你讲 你手中的股票该怎么做 你不要觉得很讶异哦 我真的会打就是一定会打 只有现今天好不好 今天要撒描QR Code的 有波达王公司专线的 我们都会把它记录起来好不好 手中的股票讲详细一点 知道代号就写代号 不知道代号的话也没关系 股票名称写清楚一点好不好 这边啊 严老师就是大家好朋友 操作的部分股票问题 免客气好不好 客气你吃不到啦 先解决各位手中股票问题嘛 除非说你现在是怎么样 空手 你现在准备说老师说过年 新春开工盘 上个礼拜大涨600.5 我没有赚到 那今天拉回机会非常好嘛 机会非常好嘛 但是我要讲你要买对股票 像买Oh my God的话 你要买在低档区啊 对吧 你要买在这边啊 你要买在拉回 你才会赚得到钱嘛 股票市场有买有卖 不是说只有买没有卖 那老师我要做航运类股 航运类股在节目里面 有没有告诉你 要做那种对不对 强的 航运类股这支最强啦 你不要骗啦 万海啦 万海啦 啊 老师今天呢 今天股价最高185 收盘多少 收盘多少 老师要不要先卖一趟 先卖一趟 那样没关系好不好 先卖哦 拉回 股票涨多了 就赚钱了嘛 拉回该不该上车 这个才是重点好不好 那今天股票有套牢的没有关系 你就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老师能够帮的我就尽量帮 我能够帮的我就尽量帮 如果说你要布局啊 像这个8440的 这个叫绿店 绿店的接班人 老师是哪一支 有时候只能做不能说 老师绿店的接班人是谁 我的会员都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来告诉你好不好 老师真的可以买吗 真的可以买这个绿店的接班人 当然可以啊 你相信我的话 你接着拨通电话进来好不好 但是我先讲 你股票套牢的 新的股票先不要买 先处理各位手中股票的一个问题 再说好不好 航运类股的标的来 万海来 风高可以先卖好不好 拉回请注意 来 亚军的什么 辣椒 辣椒 这个也可以先卖一趟 今天大盘下跌500点 300点对不对 300点 老师的绿店强不强 强 已经过去了啦 你不要老师说老师你这个绿店很强 这个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想了 赶快来布局绿店的接班人 我这样讲话应该很实在 那当然利用这个大盘拉回修正的机会 那绿店的接班人明天即将发动 为什么不是后天 为什么是明天 因为今天大盘拉回 我看到了 这个绿店的接班人明天 应该会喷一下 会往上喷 所以请大家怎么样 事先的来布局 绿店的接班人在这边 在这边 你直接扫描我们的QR Code 直接扫描QR Code完成登记 前面100位的包你发 今天只收一个月 最后一天自动升级 机会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 要操作绿店的接班人 今天818包你发 直接扫描QR Code 自动升一级 机会只有一次好好把握 前面100位的 100位的有好康的 今天的机会非常难得 最后一次了 818赶快扫描QR Code 赶快拨打电话 明天准时进场 打电话金皇后 轮原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期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银交专线02-2321-9933-2321-9933 轮原投股年分析师 历经多次蜿蜒与空投 拥有二十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验大盘结构 最能冻足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激起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原投股制服专线02-2321-9933-2321-9933 轮原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银交专线02-2321-9933-2321-9933 车货现场拍照录影五原则 车货发生五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揭入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击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当然因应这个国际情势 这个大盘顺势拉回 那量缩整理 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你不能说这个大盘 上个礼拜大涨600点 这个礼拜持续涨 这样子没有人要做股票 因为大家怎么样都赚钱了 这股票市场里面 一定是有买有卖也好 对不对 这个多空稍微掺杂一点 但是目前为止今天 加渐指数下跌300多点 明天可能会谈一下 但是回到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讲 这个叫个股表现 两个族群跟大家讲了很久 一个叫航运的族群 一个叫做游戏的族群 这两个族群目前为止 都是多头走私的 那矽晶圆呢 当然今天拉回修正 包含这个台胜科對不對 也不是很强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好久存在奥底 这个老师的节目 你可以持续收看 还是要呼吁一下好不好 手中有套牢的股票 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不好 严老师就是大家的好朋友 直接手机扫描QR Code 扫描的QR Code把你的股票交给我 好不好 未来会大赏的股票也在里面 那老师买股票要买底部 对不对 当然对啊 这一档股票就是底部发动的嘛 今天很快就锁涨停啊 之前业绩不好 有人说是危机 后来又变得转机了 很奇怪啊 业绩不好的时候说危机啊 危机啊 业绩好的时候变转机啊 到底是危机还是转机 啊 股票涨停板嘛 今天涨停板加速不多啊 这底部欺涨的股票 这个很重要對不對 这支也是底部的啊 这支也是底部的啊 对不对 拉回要不要动作一下 拉回要不要买一下 那当然这个上个礼拜 包含今天啊前三名的股票 这个第三名的叫万海 万海 买对股票就赚得到钱 第二名叫辣椒 对不对 涨得也快三成 第一名的叫做绿电 今天还在涨 明天操作的股票 会不会跟这档股票一样 底部起涨有转机直接锁涨停 我请大家来验证一下 好不好 今天啊 老师特别开放 全部开放 要操作我们绿电的接班人 明天挑战涨停板的 今天赶快好不好 前面一百位的 来直接扫描我们QR Code 818包你发 今天一个月 只有一个月 多一块钱都不收 前面一百位818 直接扫描QR Code 明天准时带你进场 我们明天见 好 是 是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打败懒得动 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源投顾智库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牌势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大家好 我是王毕胜医师 国内12岁以上是高中级学生 可敬家长同意后 由学校造册接种COVID-19疫苗 请家长在子女接种前详阅接种须知 了解接种后可能发生的反应 并填写接种意愿书 接种疫苗前睡眠要充足 不熬夜不空腹 接种疫苗后于现场休息15分钟 再自我密切观察15分钟 学生集体接种常因为打针 带来心理压力 出现眩晕 恶心的晕症症状 请放松心情 也可以播放音